王皇后隐郎入世 650年 太宗中年纪 高宗带着王皇后和王公大臣来赶业四围太宗祭酒作福 武则天和太宗的其他嫔妃陪侍在旁 仪式之后 高宗与武则天叙旧 原来 太宗在世的时候 武则天就已经和高宗认识 两人早已矮生情愫 只是碍于身份不敢阅礼 如今 两人再度相逢 已是另一番风景了 高宗的发妻王皇后站在一旁 将一切看在眼里 心中早有了打算 高宗等人回宫之后 王皇后一边让人偷偷告诉武则天流发 一边劝说高宗将武则天重新纳入宫中 高宗早有此意 于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王皇后此举言是为了打击情敌萧淑妃 王皇后因为武子不受高宗宠爱 而萧淑妃却深受高宗宠爱 王皇后十分不满 两个女人为了争夺宫中地位发生了很多争执 相互毁谤 高宗总是偏袒萧淑妃 王皇后苦无对策 当她见到娇艳的武则天时 突然有了让武则天帮她打败萧淑妃的想法 她没有料到 这一举动给她带来的不是一个帮手 而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 一年后 高宗服孝已满 武则天的头发也已续好 再度入宫 又一年后 武则天尽为二品招仪 进宫之初 武则天对王皇后十分千功 很快就博得了王皇后的好感 王皇后常常在高宗面前夸奖武则天 高宗便更加喜欢武则天 渐渐远离了萧淑妃 武则天得到了高宗的专宠 而王皇后却什么好处也没有唠到 两个人的战争突然变成了三个人的战争 她这才发现自己是隐狼入室 武则天在宫中站稳脚跟后 便开始对付王皇后和萧淑妃 武则天悄悄买通二人身边的宫女太监 让他们充当耳目 由此对王 萧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